我想请问一下 I may ask, how many people need only to hear English? 有多少位只有听英语的? 哇,讲英语都不敢拍了 除了你以外 我在这里呢,要 然后给我们介绍罗牧师 还有我们今天为什么有这个聚会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讲题 就是属灵征战,然后看中美关系 你觉得哇,这个要来讲政治 如果你有那种想法 我给你保证你今天一定会失望地走回去 请我们记得 我们不在这里讲政治的理论 我们也不在这里讲政治的分析 我们也在这里不批评说 哪一个政治对 哪一个团体对 哪一个团体不对 那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 我们要关心的问题就是 看到这个世界的转变 看到这个世界的转变的背后 有属灵的意义 还有属灵征战的意义 那是我们基督徒要的 而且我们要知道 如果在这种行情之下 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参与做祷告的工作 那我稍微来介绍一下罗学庄牧师 我们当中可能 我再请问一下 我们当中认识罗学庄牧师 请举手 哇 你看超过90%的人都认识 好 罗牧师是我们药光教会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我跟罗牧师大概投工快30年 我们从年轻到现在 罗牧师从黑胡子变成白胡子 罗牧师是国际教会更新使命团的执行主干事 这个领域更新服侍团的使命团 我们英文叫做PRMI 原来的名字叫做Presbyterian Reform Ministry International 这个机构原来是在帮助长老中的教会 还有徽政中的教会 如何依靠圣灵来重新建立教会 而且复兴教会 然后开拓教会 所以他们有一连串的教导的工作 而罗牧师他们这一个教导 一共有7场非常重要的课程 而这个最初最初的教导 最初的那个整个教导的内容 是从一百多年前 一位非常出名的神学家 叫做R.A.Tori 跟R.A.Tori很多人不认识 但是我如果告诉我们基督徒 你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 叫做Modivial Institute 就是穆迪神学院 你们都知道 这个Modivial Institute 大概一百多年前的 是为了纪念那个穆迪 这位布道家成立的一个神学院 而这个神学院的第一任创校的 的那个校团 就是R.A.Tori 他是一个祷告的人 他也是一个布道家 他也是一个神学家 我们教会在上个礼拜 刚好去他以前住过的地方 去那边领修会 我们很多人在那边都躲着很多 他已经过世快一百年了 但是你到他的家 他的房子呢 不是他的家 到他的房子里面 你还可以感受到圣灵的能力在那里 是一个很好的祷告者 他把他的教导交给他的儿子 交给他的孙子 而且他不但是一个神学家 而且他是一个很好的布道家 他好几次到中国去布道 他有现在是第五代 都做传道人 而他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 三代孩子 这三代都出生在中国 因为他们连续有三代的基督徒 在他们宣教士在中国 那这个R.A.Tori的教导非常好 这一个都是为帮助教会 怎么样依靠圣灵得到复兴 好 那罗牧师把这个教材整理好以后 就到全世界各地去交调这个课程非常好 那罗牧师他曾经在台湾做宣教士9年 然后我如果要讲他的父亲 跟他的关系 跟他的故事 大概你们就不要听了 太惨了 罗牧师的爸爸 他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是被美国的政府派到中国去 帮助中国如何在经济上做很好的发展 他做经济参事 帮助整个中国在当时跟日本人打仗 所以他非常非常爱华人 而且我们常常跟他讲说 他外表看起来像白的 但是里面是黄的 但是里面是黄的 所以他非常非常喜欢在中国跟华人在一起 一件事情 好 我们在世界各多很多地方在教的这个课程 发生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以后有机会再说 但是呢 我今天要介绍 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开这个 讲这个课程 原来在去年 不知道用这边里面 直播到去年 那个川普总统 他提名一位大法官 那位大法官的名字叫做Gabana 这个大法官是一个非常好的纪录图 他也非常保守 但是呢 但是呢 大概有六个礼拜的时间 他必须经过那个国会的审查 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征战 伯伯斯甚至听到 有很多很多的巫师 不知道你听什么叫做巫师 你知道吗 Witch 就是那个Witch 那个是新巫术的 新巫术的 在纽约 还有在Washington D.C.集结 他们就对这件事情 发出咒语 盼望把这件事情打结下来 让Gabana不能够在美国 被任命做大法官 你知道这个是对美国将来的 国家的命运 还有国家的前途 还有国家要走的路 会带出很大的影响 所以因为这样 罗伯斯突然间有一种大的感动 所以他就带领了一群 弟兄姐妹带导者 就在北卡 在耶稣山庄 就是我们的那个 那个黑库 我们的总部在那个地方 就开始进入祷告 有一天 每一个人都很用心的在祷告 因为在祷告当中有想这么大的存在 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突然间有一天是你感动我说 你要打电话给你的好朋友 给你的好弟兄和龙牧师 我这个感动 我就电话拿起来打给龙牧师 我说龙牧师你好吗 他说我很灰心 我说什么事情 他把这个事情告诉我 他说我觉得好像是我们好像打不过 而且我现在里面觉得好像很大的争战 那又怎么办 然后龙牧师说 你可以为我祷告吗 我说当然可以 我们就在电话里面 我们两个人就开始进入祷告 很奇妙的一点 祷告完了以后 龙牧师马上说 嘿 我的心经回来了 我向神告诉我说 这件事情已经可以了 而且我们一定会得上 所以你知道那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 那是精途要做的事情 然后朋友去过几天以后 龙牧师真的是被接纳 而且通过成为美国的大法官之一 不用准备那个大法官 会裁决很多重要的议题 对整个国家是带出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属灵征战的意思 那关于中美关系那个 我们不去分析哪一边对哪一边错 我们也不要分析说哪一边怎么打 那个都不是我们要关系的问题 当然你有你可以自己的看法 但是那不是我们在这里教导你去分析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 属灵征战 那有属灵征战的观念 跟有属灵征战的那一种方向 那你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不要太快下半段 你就进入祷告 那就是祝福 那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 我讲太多了 好不好 我们来欢迎龙牧师可以吗 好 我们再次开始欢迎龙牧师 龙牧师 龙牧师好 我们就继续 谢谢你 我真的很高兴 有机会 在自导女爷来 爹地母亲中的教导 我也是很高兴 因为我认识很多人 但是我甚至知道 谁从那个 龙牧师的教会来 我很认识 就是从王恩教会来 那个 是谁 王氏教会来的 弟兄姐妹 几个医生 OK 我们也有从 龙牧师 龙牧师 龙牧师都是同一个教会 都是同一个教会 都是同一个教会 所以龙牧师 对 也是从这里 这里来的 对 他们分早餐晚餐 OK 还有其他的 还有我们教会分同教会 哈哈哈哈 好 我们刚教会请居首好不好 OK 好 好 are there any other 从别的教会来的 从其他教会来的 从其他教会来的有没有 哦 什么教会 真理啊 好 欢迎欢迎 欢迎您 非常欢迎 杜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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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牧师你好 你好 你好 好 I'm gonna I'll switch to English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topic to deal with today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在今天我们需要去处理的 Right now in the world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I believe we're in a very dangerous time 我相信不论在美国或者在世界各地 这个时局让我们总是觉得非常担忧而且危险 I believe that especially right now in the United States 特别是在美国 We're in a massive spiritual battle 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那种属于的征战 There are forces of political movements 特别是在那个政治的运动的里面 They are attack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你可以发现在美国的那个自由派主义已经一直在把美国 这个地国的根基要划起划掉 See America is a very unique country 美国是一个很独特的国家 We are founded on a set of Judeo Christian values 我们这个国家被建立是用旧约圣经的犹太人的那个 还有新约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做这个价值观来建立这个国家 OK And those values are that every human being is created in the image of God 那这个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用上同地的形象创造的 So And then Oh Chinese not English That's ok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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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fore We are equal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 So because we're created in the image of God 因为我们是被用上帝的形象造的 It doesn't matter what race we are What color we are What nation we come from 所以不管你是你的皮肤色是怎么样不管你的种族是怎么样不管你从哪一个国家来的在上帝人中都是一样的 We're all equal 我们都是平等的 OK And OK That's one value That's one value That's one value That's another value is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而且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你自己应该负担的责任 Now if you want to see the founding principles of America, look at our money 你如果要去发现那个美国的那个创意、国的根基在哪里 你从我们的钞票里就可以看到它 OK It says this is what some people call the American trinity 有人说这是美国的三位纪 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相信上帝 OK We don't trust the government 我们不相信政府 We trust God 我们相信上帝 We also have liberty 还有我们有自由 OK Liberty 从哪里来 从 Where does liberty come from 那个自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From God 是从上帝来的 Liberty doesn't come from the government 自由 并不是政府给你的 It's not God gives us freedom 那是神给所有的人 就是与生俱来的自由 God gives us rights 而且上帝 每一个人有我们的权利 And it also Not on the quarter But on the dollar s E pluribus unu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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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means we're all created the image of God 换句话说我们很多不一样 但是我们从一个源头来 所以我们是由一个意义开始的 And we become one Because of those ideals Because of the idea 我们可以合为一 是因为我们有这些相同的观念 It doesn't mean we give up our wonderful racial or national identity No 并不是说你为了认同我们 或者我们成为一 所以你要放弃你的皮肤色 放弃你的脖子 不是 No but we're all created in the image of God 最主要的原因 那个一的源头是祖神来的 所以那也是我们合一的最重要的源头 No Those values are embodied in our constitution 而这一些重要的观念 都写成文字记载在美国的宪法里面 Now right now in America We are in a huge battle 在美国目前为止我们有很大的征战 There are movements that are trying to destroy those values 有那个自由派的思想想把这种很重要的根基摧毁掉 And are trying to replace them 而且要用一种东西来取代 With a different set of values 有各种不同的那种价值观来取代 Replace them with anti-God values 那一个用什么东西呢 就是反抗神的价值观要来取代 And in many ways These are the values of Karl Marx What it is is Marxism 这个就是马克思的思想 That's what we have right now In effecting the Democratic Party 这就是在民主党里面有这种观念 Now I'm a Democrat I was a Democrat for many years 我不是说我是那个候補党 Oh 民主党 民主党 But it's very frightening what's going on right now in our country 但是我现在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威胁 Okay Now We just had a big battle With confirming Kavanaugh First John Chan told you that story 就是刚才我跟我讲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年提名的Kavanaugh 这一位大法官的时候已经有产生很大的作战了 And the battle was Kavanaugh is an original judge who wanted to maintain the meaning of the constitution 就Kavanaugh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 他的目的跟他主张就是要维持宪法里面所说的那一些重要的根基 But he was opposed by many many people Different many different groups 但是在他背后有各种不同的人群在反对他 He was opposed by the members of the radical left 他被那个右派的攻击他很厉害 But as John said He was also opposed by witches 而且呢 他还有那个巫术啊 巫师群聚集在一起来做法要反对他们 This is 2019 This is not 100 years ago 200 300 years ago This is not 100 years ago 200 300 years ago 你知道吗 那竟然在这个时代还有巫师可以群聚在一起 来咒诅国会还有咒诅这位律师的法官 还有咒诅很多事情 This is not normal politics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普通的那种政治 It is a revelation that we are fighting not just human beings but powers and maximalities 所以请我记得这个不是只有好像我们人在政治上面普通的看法的思想的斗争而已 这个是什么呢 是有一个更高级的属灵的气氛还有属灵的征战 Now John told you a little bit of the story The Holy Spirit called me in a small group 那刚才当牧师讲的那一个故事 其实我当时那是圣灵感动我去护照一群弟兄姊妹来祷告 And at one point during the debates 很有趣的一点 你如果看国会的那个辩论的时候到言论之间